之前我们学过如何使用上敏天屏来测量物质的质量 这次要来介绍的是悬吊式等臂天屏 这两种天屏的操作步骤很像 但有些小地方不太一样 你还记得上敏天屏怎么用吗 如果你有点忘记上敏天屏怎么用了 没关系可以先复习上次的课程 答案都在里面 复习后再回来学悬吊式等臂天屏 就可以很快上手咯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悬吊式等臂天屏的构造 悬吊式等臂天屏有两个秤盘在横杆下面 中间的指针是朝下的 上面的横杆有一个小东西叫做骑马 骑马可以让测量的结果更准确 我们晚点再来详细介绍 因为悬吊式等臂天屏的构造和上敏天屏不一样 所以指针的判读方法和上敏天屏不同 当悬吊式等臂天屏的指针偏右时 代表左盘的质量比较大 诶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天屏的构造 上敏天屏的指针和下面的横杆相连 指针朝上指 让左盘的质量比右盘大时 上敏天屏会往左倾斜 向上的指针会跟着往左移动 所以指针会偏左 而悬吊式等臂天屏的指针和上面的横杆相连 指针是朝下指 当左盘的质量比右盘大时 悬吊式等臂天屏会往左倾斜 朝下的指针就会往右移动 所以指针会偏右 悬吊式等臂天屏除了用法码来测量之外 还会用到骑马 骑马的零刻度在最左边 测量时向右移动 等同在右盘增加法码 所以骑马的质量要加在右盘 你可以看到横梁上有一些数字 由左到右是零到十公克 每公克分成十个刻度 一共有100个刻度 当骑马往右移一个刻度时 表示质量增加0.1公克 例如有个汽车模型放在左盘 右盘放20公克的法码 骑马移到第15个刻度才平衡 那么汽车模型的质量就是 法码的质量再加上骑马的读数 骑马在第15个刻度 代表质量是15乘以0.1 等于1.5公克 20加1.5等于21.5 所以汽车模型的总质量 是21.5公克 因为骑马的最小刻度为0.1 别忘了测量结果 还要加上一位估计值 也就是21.50公克 接着我们来用悬吊式等臂天平测量吧 首先将天平归0 把骑马移到0刻度 这时指针指到正中央偏左的位置 把右边的校准螺丝往内旋入 一边慢慢地旋转校准螺丝 一边观察指针的情况 当指针禁止在正中央0刻度线上 或是左右摆动的角度相等时 代表天平达到平衡 就完成归0了 接着来测量苹果的质量 在左盘放入一颗苹果 在右盘放入35公克的砝码 骑马调到第22个刻度才平衡 这样苹果的质量是多少呢 骑马在第22个刻度线上 表示骑马的质量是 22乘以0.1等于2.2公克 再加上35公克的砝码 得到右盘的总质量是 35加2.2等于37.2公克 最后把测量结果记下来 别忘了加上一位估计值 测量结果是37.20公克 看到这里 你应该会用悬调式等臂天平了吧 来做个小复习 如果有不会的 可以往前找答案哦 等到这里帮你做个小整理吧 悬调式等臂天平的指针 判读和上明天平相反 当悬调式等臂天平的指针偏右时 表示左边的质量比较大 悬调式等臂天平的使用步骤 一 将骑马移至零刻度 确认指针禁止于正中央零刻度线上 或左右摆动的角度相等 若无 则调整校准螺丝 完成归零 二 代测物放左盘 以法码夹 加取法码 放在右盘 移动骑马 三 调整法码数量 与骑马位置 直到天平平衡 四 计算法码总质量 和骑马读数 得到代测物的质量 在本次课程中提到 使用悬调式等臂天平时 我们通常将代测物放在左盘 码码放在右盘 如果小明把代测物放在右盘 码码放在左盘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给你一个小提示 悬调式等臂天平有骑马哦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